他叫赵西山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是个一辈子住在胡同里的巨老头 嗯 咸了 环球资讯宝宝 周一周五上午九点 他是年轻帅气 来自时尚之都米兰的洋设计师 始终走在潮流的前段 嘿 嗨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太迷惑了 太快了 本事没有交集的两人 却因为暖暖的新家相遇了 他们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不不不扬 不息不忠 可是我也爱意大利 我的中文名字是刘秀 在哪里 我叫Fabrizio 是一名来自意大利 米兰的建筑设计师 我一直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很证明 这里带给我很多新的设计灵感 就是把中国的元素 融出到欧洲分割里 实现了中西方的完美结合 赵西山的家 位于前门地区 湿兴胡同25号 这些团圆 很紧张 所有东西都很老 哈啰 哈啰 你来个外国人吗 我可以给你做什么 我来找先生赵 我是设计师 这是周 这是我 我没想到你们能请一个外国的设计师 来进行设计 没有外国人啊 对 你好 对 你好 小伙子 喝水吧 怎么了 我老伴他手颤抖 拿不住东西 越紧张 他抖得就越厉害 原来赵阿姨有严重的老年性震颤 连水杯都拿不稳 喝水都得由赵叔叔辅助 而赵叔叔不在身边的时候 就只能趴在桌子上喝 这个饭子是多久 一百六七十年 为了欢迎外国朋友的到来 老梁跑中午特意包了韭菜鸡蛋馅饺子 而为了表示感谢晚饭则由设计师Five亲自动手 做了他们国家最有名的意大利面 做了他们国家最有名的意大利面 没看了那个 咱们的院里头没有厕所 要上厕所 要到外面的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 就是女的 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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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可以洗澡也可以洗澡吗 好 那我自己进去啊 好 那我自己进去啊 谢谢 很重的味道 没有门吗 没有 那怎么办 真的不喝 不只是很脏 我觉得没有privacy 啊 没有门吗 对 没有门吗 是 有点 彼此设计一个款式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就在此时天突然下起雨来 四面露风的洗澡房里变得非常冷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没水了 怎么了 那你怎么办 没水了 张显山 嗯 张显山 嗯 不好意思 这里没水了 没水了 对 没水了 又下雨了 你看 好好 我看水口怎么回事 什么问题 哎好 这些应该够了吧 你看够不够 不过你说话 你看凉热怎么样 好 就这样在荒乱与尴尬中设计师Five洗完了澡 哦 我的天 是一个奇妙的人生体验 太恐怖了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每天洗澡在这儿 赵老师 嗯 嗯 哎 你好 那个水的石器你说 是什么 是什么情况 上面是一个水包 水包 water bag 我给你打开 上面 上面是一个cover 我完了以后 我给你给你看看 是个什么样 这个是这样的 底下的这个 底下面的 上面是 是个带子 对对对 Water bag 原来在洗澡间的房顶上 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每天用水管子上水 等太阳好的时候晒热水包才能洗澡 这是赵西山老两口自制的简易太阳能热水器 还有这种的 呃 lifestyle 我真的不可思议 七点半了 老两口要准备休息了 而设计师Fabi 只能睡地铺了 我来中国第一次在地上睡觉了 明天见吧 哎好 再见 明天见啊 我的天啊 忘不了 我的天啊 谢谢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真的不可思议 突然赵叔叔想起了什么 他拿了一样东西给设计师 嗯 你好你好 嗯 给你个这个 这个是为 是为什么 夜里用 我应该时候觉得是一个花盆 不是一个花盆 是一个女儿 我应该不用 我希望我不能用 好好好 好 休息一下啊 谢谢 躺在地铺上 设计师Fabi辗转反侧 睡不着觉 哎呀 这里太阳了 尺度太高了 怎么可以睡觉在这儿 无奈之下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出了一个躺椅 在上面凑合了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Oh my god 我真的 得去过心间了 哎呦呦 怎么办 想起白天去公共厕所 那崩溃的场景 他只能 我先尿一尿 然后我们再见 最尴尬的时候 是早上的时候 我不知道房在哪儿 然后阿姨帮我 也在下水的地方 那个 对我来说很尴尬 不好意思阿姨 没事 虽然生活条件如此艰苦 但老两口依然乐观之足 他们喜欢养花养草 院子里的月季花在精心培育下 开得分外娇艳 虽然居住在繁华的前门地区 但他们却如龟影般与世无争 这样的场景 让设计师Fabie深深陶醉 他也爱上了这座胡同里的百年老宅 就在Fabie为了设计方案绞尽脑汁的时候 暖暖的新家专家鉴定团 又给他带来了几个 急待解决的大难题 在这个老屋里边 存在着一个隐形杀手 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 在这个老屋里边 就是这儿 裂缝 不光裂缝 只要有孔洞的地方 都可能存在着这个凶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牢 砖缝 据健康专家徐志坚介绍 这个致命的隐形杀手 存在于地壳下面 岩石周边 它会顺着裂缝 慢慢渗透到土壤当中 渗透到屋子里面 长期以往 人的呼吸道会发生癌变 导致肺癌的发生 那么这种隐形杀手 到底是什么呢 冬气 冬气是一种放射性气体 它无孔不入 无论裂缝大小 深浅和新旧 都有它的存在 如果您家里的墙壁上 也有裂缝和孔洞 一定要赶紧修补 从这个重重露体 能看出来 现在整个这个墙 已经下沉了 这两面墙 中间已经撕裂 产生了一个大的缝隙 如果不及时修复 这个裂缝会越来越大 现在这个墙已经糟了 都已经封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这面墙肯定会产生倒塌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设计师将把专家团的建议 融入进设计中 而此时Fibi还不知道 正有一个艰巨的考验 在等待着它 安一行 我是正海 你好 二十四小时过了 我们过来看看您 好 怎么样 还行挺好 挺好 来了 我给你摄影师 好 你们这节目啊 我不想参加了 我没想到是一个外国设计师 如果弄出来以后 是个不普不扬 不惜不忠 我心里头就不高兴了 你怎么会招待 你不忠伤 你们这次来的 你不忠伤 我可以继续 我给你摄影师 我这次来的 你不想参加了 这样子 你不想参加了 你们那些 一个我世纪的家 赵水柱就被这面黄色的墙吸引了 松赫在中国人的传统来说呢 就是表示幸福长寿 这个图案是非常合适的 它们是个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用的 他们一起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两片搭配 你看东方嘛然后西方 打盖以后 里面有一个屏幕 一个空间 两个用途 在参观完FiveB设计的家后 老两口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他们同意继续参加装修改造 帮家了 很好 我这实现无性的事 嘉老师 我真的真的谢谢你 我肯定可以让你看 意大利和中国不是很远的 很好很好很好 那我们一起加油啊 一二三加油 但是没想到 FiveB这种大胆的色彩运用 却因为中西文化理解的不同 引发了后面一场不小的风波 这些都是你的宝贝啊 都是我的宝贝 嗯 都是我的宝贝 嗯 哎呀 你是怎么了 我心里难过 我心里难过 为什么难过啊 嗯 我多年住的房子 就这样了 把他抛去了 我心里不好受 摸摸着柱子 摸摸着长皮 哥们儿就再摸摸着你了 不舍得 我奶奶不舍她 我亲爱的口 就说向前看 一个不需要 无限光明 无限光明 好好好 那你们秀赖 送个新房子给我 今天要正式上交钥匙 把房子交给我们 来 有请齐管家 叔阿姨 你好 我们齐家的施工ERP系统 会管理施工工期 嗯 到点呢 会提醒我到工地进行检查 嗯 钥匙交给我 您就放心吧 好 与此同时呢 不仅我们的节目升级了 我们的这个齐家钱包 也升级了 所有我的装修的款项 都会放到齐家钱包里 直到我们的齐管家说 验收合格之后 才会最终放款 都是非常安全的 好 来 交钥匙 嗯 由您交给我们的齐管家 放心吧 您就 哎 好 我放进了 来 好 听拆工作刚刚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看这个柱子都招了 这个菜桌得注意 它这木头腐蚀不行了 你看这木头就不行了 尤其是它的那个梁和那个柱的 尽量别给它破坏了 不仅木头严重腐朽 连墙也是一推就倒了 究竟这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 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哇 我已经出多长调了 哇 太大了 很大气 挺不错的呀 结果挺好的 惊喜过后 Fivey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为什么没有拆 这样还需要拆 原本应该全部拆除的墙体 却留下了一块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样 这个现在不腐蚀了吗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墙现在还起到一部分的结构成重的重要 就是现在我们先不拆 先把这个家务好东西拆了 房间里所有的柱子都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 这主要是地面太过潮湿造成的 但是离地面比较远的房梁在吊顶的保护下却保存的非常完好 意大利设计师Fivey惊叹于中国古代工匠的鬼斧神工 它的本意就是恢复老房子的原貌 所以整个屋顶结构经过清洗喷漆等简单修复工作就可以了 而最急迫也让他们最头疼的就是结构加固 这天设计师施工方负责人 其管家一起来到施工现场 就结构加固的细节问题进行沟通 我们现在这个房呢 进行的有三点加固 第一 所有的墙面刷水泥沙浆 对房子的整体做了加固 第二 在原来老洗澡间的位置新建了一个钢结构的小屋 钢梁正好拖住房梁 使结构更加牢固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木柱子的加固 首先把腐烂的部位全部铲掉 竖向插入钢筋 再横向绑上钢筋 形成一个中筋网 在里面灌入高强度无收缩的灌浆料 这种方法既不会破坏老柱子的原貌 又非常实用 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这个都没问题 结构加固的工作全部完成以后 这座摇摇欲坠的百年老宅终于安全了 与此同时 施工现场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诶 这下盖是什么呀 死板 能给它挖出来吗 我看看 哇塞 这么长啊 哇哇 到这儿呢 这老房子全是宝的 都骑下来吗 都骑下来吧 哇塞 哇塞 一二 哇 这个死板你看 一百多颜啊 放进去 这个石头好像也都是那条的 风化的这个石头 我们可以洗干净吧 对 我们到处给它 摸一下 摸一下 这个可以再利用吗 可以 这块被埋藏在地下一百多年 极其珍贵的青石板 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新家中呢 这天 栏目组导演来到赵叔叔和扎阿姨的临时住所 看望他们 诶 赵老师 你不是要去哪儿啊 哎呀 我有急事 我你来不是时候 我老伴我不知哪儿去了 我找不着了 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刚才倒了一次那个垃圾袋 我都拿走 回来以后就找不着了 哎呀 我现在着急 我这老伴上来的没有 我没看见今天 哎 您看那个那个是吗 那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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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上哪儿去了你啊 你这一下午我就找不着你 你上你干嘛去了你啊 嗯 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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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啊 看着这儿了 你不见得了 我看了 你了 我看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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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买笔去了 谁让你给我买去 我把你笔弄坏了 你钱帐笔画画 结果弄坏了 我不能告诉你 告诉你能让我去洗 我想别的办法 我用别的笔代替也行 我自己去买去 谁让你来买而已 你急死我了 我现在我不着急了 我还很激动 很高兴 多少人曾爱你 青春幻常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家义或珍惜 只有一个人 还爱你 牵强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 脸上的皱纹 对于所有的平房来说 房潮是至关重要的 改造第15天 工人们开始做老屋地面的房潮层 这个边也要给它横死 这个边 拿来清单静搂着去 时工方所做的房潮工艺 是目前在中国普遍使用的 可以有效隔绝潮气 但很显然设计师Fiby 并不满意 可是那个地面下 有没有空的空间 所以空气能过去 没有啊 做那个干什么 我们不需要做那个 因为在土里面有一些 有害的气体 气体 对东西 东西是对人是不同的 然后它是从土壤里渗透出来了 那空气需要排出去 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健康专家徐志坚曾经说过 在这间老屋里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致癌气体 所以陈生的东气 它在岩石周边 它会顺着这个地潮的裂缝呢 慢慢慢慢的渗透到咱们的土壤啊 顺到咱们这个屋子里面 长期以往的 我们的这个灰道 发生这个癌变 我们的属于处身的飞瘍 如果你这种防潮 又能解决防潮 又能对人身体好的话 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咱们意大利的这种先进的防潮的技术 这属于中西合并嘛 那么这种来自欧洲的防潮工艺怎么操作呢 开一个房子的时候 在地面防一些这种的墙 很低的墙 所以以后这里是空的 需要让空气能过去 你可以来我们的办公室看一下一些材料 我可以研究一下 那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快 对 回到工作室 Fabby开始搜索防潮工艺的详细介绍 而认真谨慎的她 还特意打通岳阳视频电话 请教自己远在意大利的设计师朋友 确认没有问题后 Fabby再次邀请施工方负责人来到工作室 先是要做一层一层顺利 电厂 对 平的 这个墙是不是还需要有东西吗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他们终于达成了共识 这种中西方何必的防潮工艺将要如何完成呢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防潮工艺 我们可以查一下 解决工艺 我们可以查一下 解决工艺 转发行的 解决工艺 公民艺 解决工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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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实木门 B 实木复合门 实木复合门 哇 叔叔你好厉害 在这儿呢 要恭喜叔叔都答对了 我们的填充材质 都是纯实木的实木块 它呢可以有 很好的隔音性 和很好的结实程度 门框一定要选择 密度比较高的 纯实木的 或者咱们实木复合的 这样它的握定力会很好 根据节目规则 业主可以在装修过程中 选择观看施工现场的监控视频 以便更好地与设计师进行沟通 此时的装修状况 能令老两口满意吗 这个颜色确实是太重了 红河兰又配在一起 中国又这么一俗语 红河兰讨人钱 不这么红再会比拒络家 没法通过 为了便于设计师修改 擅长画画的赵叔叔 还特意根据自己的意见 画了一幅草图 第二天 栏目组导演 把这幅画转交给了设计师 所以带的意思是什么 是需要加画还是什么 这个绿色是什么东西 因为有着太多的疑问 设计师Fabi决定 邀请赵西山老两口 来到施工现场 当面进行沟通 我有点点担心 担心 哈喽 Fabi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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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 你叫我 你叫我一间紧张 因为是第一次你们看那个 那个方案 我觉得有点 对对对 咱们可以商量商量 这外边这两个木头 能保证它安全的能够使用吗 这个我们给它做了加固了 这下边 这里边藏的钢筋 然后下边做的基础 行行行 这没问题吧 鱼嘴不会溅 那边有一个钢端 有钢端 有钢端 所以你们的 你们的 色然的 色然的 房间 只是你们的 嗯嗯嗯 你从这开始啊 弄一块 别的颜色 浅的 类似豆绿色啊 如果有一个白边 它就四季节衣 我想给你一个 棢栏的地方 比较 比较有亚的 这个墙以后 不会很明显 因为是隐藏的 行行行 虽然最关心的三个问题 都得到了解答 但赵西山老两口的心中 仍然充满着担忧 不久以后 等待他们的新家 会是什么样的呢 尤其是这面色彩浓烈的大红墙 果真能达到设计师 所说的效果吗 现在是门窗施工阶段 门窗是一个家的面子 在安装时 一定要美观和牢固性兼顾 在其家的施工管理系统中 可以看到门窗的施工标准 现在我去工地检查一下 门窗道垂直偏差 不超过两毫米 斜对角偏差 不超过三毫米 符合标准 逼从横板和侧板的结构 应该是直角结构 而且要横板压侧板 因为侧板有地面的支撑 这样侧板对横板 也起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方便门套的固定 门套也比较耐用 好 回家了 好 回家 来 回家 来 回家 来 回家 走进院里 首先幼入眼帘的是一个室外花园 无花果树郁郁葱葱 一片翠竹眼映 一个绿意营绕的水池 点亮了整座花园 鱼戏连夜间 为新家增添了无穷乐趣 舅家所有的功能空间都互相独立 想去另一个房间必须得出门 总是开门关门 冬天非常冷 雨雪天更是麻烦 改造后 原先独立的三间房子被打通 成为了一个大开建 增添了卫生间和厨房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架 而彼此之间有廊道连接 起居十分方便 恢复廊道不仅起到连结作用 更是复原了明清建筑的原貌 廊道地面被整体抬高 铺设了防腐木 不必担心雨水会漫灌到屋里 而从旧家中挖出来的 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青石板 被清洗干净铺设在了院子里 成为了踏上廊道的垫脚石 这样一来 这个房子不仅好看了 这房子也坚实了也安全了 为什么这么说 廊道在这水下去 还淋不了这路 很好很好 廊道尽头打造了一个壁橱 也可以做展示柜 上面贴的是具有意大利西西里风情的陶瓷 与古色古香的廊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却又十分的协调 今年是猴年 设计师特意摆设了一个灵动的猴子灯 寓意猴年吉祥 太好了 我太美了 哈 廊道与室外花园形成了一个十分惬意的休闲空间 既有南方园林山水画般的意境 又有着老北京天鹏鱼缸石榴树 先生肥狗胖丫头的情趣 尤其是雨天 坐在廊道里喝着茶赏着雨 看着欢游的鱼儿 别提多舒服了 哈哈哈哈 把阳光还给了老两口 而且推拉门窗使用的双层玻璃 既保暖又隔音 这块玻璃可真不像 意大利设计师Fabi 非常注重保暖 隔音 防潮和通风这些方面的改造 地面之下全都做了最新的防潮系统 底下的空气流通顺畅 不仅带走了潮气 更排出了致癌的冬气 之前虫子满地爬脏乱不堪的杂物件 变成了干净漂亮的画室家餐厅 一整面墙的柜子可以存放大量画作 以前赵叔叔珍贵的上千幅画 只能放在一个月饼盒里 非常容易受潮损坏 现在即使再多的画也有足够的地方妥善保存了 赵叔叔父被传下来的八仙桌被保留下来 功能转变为餐桌 这一个我喜欢 他显得就是说 尊重一些 对 这个好 同志们 你们好 扎阿姨退休前是一名纺织工 设计师特意把她最钟爱的老缝纫机摆在这里 希望能让她回忆起年轻时的美好往事 缝纫机 对 这是大家的老缝纫 对 你看多好 在上次赵叔叔提过意见后 设计师Faby把红墙的颜色做了调整 没有之前那么浓艳 再加上挂了赵叔叔的许多画作 红墙并不明显了 而之所以选用红色 灵感是来自于老北京的红墙 在Faby的理解中 红色代表着公共空间 她希望画室与客厅将来能作为一个展览厅 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些美丽的作品 画室与客厅之间用沙帘相隔 显得非常大 却又相对独立 之前的客厅十分简陋 墙上布满了大裂缝 如今的客厅宽敞明亮大方 你坐一坐 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 你坐一坐 我也坐一坐 我也坐一坐 哎 坐一坐 哎 好 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你看这是什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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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床 这是她卧室 进去 进去 这什么卧室 进去 也是她卧室 哎呀 拉开这道古色古香的推拉门 进入了卧室 原来的卧室阴暗潮湿 现在则明亮温馨 墙壁的蓝色 也做了调整 比之前淡一些 蓝色是天空的颜色 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 有助于睡眠 为了增加彩光 在屋顶开了一个天窗 房间里淡淡的蓝色 和从天窗 直接照进来的阳光 有了一种自然的结合 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一张木质的双人床是特别定制的 因为赵叔叔有严重的内风湿性关节炎 一到阴天下雨就腿疼 上下床都成问题 因此设计师特意量了赵叔叔腿的高度 设计定制了这张床 床的高度是50厘米 正好适合老年人使用 床板还可以拉起来 大量空间可以放置不常用的衣服和被褥 为了方便老人家企业 在卧室旁边设置了一个卫生间 以前老两口只能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 雨雪天特别容易滑倒 非常危险 如今的卫生间实现了干湿分离功能 也有了现代化的热水器和淋浴设备 老两口终于不用在脏乱破旧 四面漏风的小屋里洗澡了 马桶两边安装了隐藏式扶手 淋浴下方安装了隐藏式座椅 这样他们就可以坐着洗澡了 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有啊 你看多好啊 卫生间的外墙是一整面的储物柜 非常实用 卫生间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是采用双面推拉门 从卫生间既可以进入卧室 也可以进入厨房 以前老两口用的是邻居留下来的厨房 空间小油烟重 灶台老旧收纳凌乱 如今的厨房井井有条 所有设施一应俱全 具备了大量收纳空间 墙面贴的也是具有意大利西西里风情的陶瓷 简洁中增添了一股灵动 真好看 真好看 哎呦 你看多好 真好看 这你做饭就不像原来那么艰苦了 老婆呢 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真好 从来没这么好过 这真是北京建市台暖暖的家 对 来给咱们策划出来这么一个幸福的生活环境 哇 师叔 对 哎呀 怀疑 哎呀 欢迎欢迎 你新家怎么样 太高 很好很好 真的很好 我喜欢吗 我 divine 是吧 互通的风格 这加在一起了 是选择他最优秀的部分 精华的部分都能体现出来了 我很高兴 我现在比较放心的 然后感动的 那时候您在我扣掉 我看看您家 来 请 因为肯定还有您的不知道 随着设计师的到来 隐藏在新家里的神奇之处 将被真正解开 你看这个灯 地形是什么 这是脸盘 这是Fabby亲手做的 对 房梁上挂的两个吊灯 仔细一看 竟是用废旧的糖丝脸盆做成的 这样的脸盆 很多人家里都有 怎样能便废为宝 制作出别致的脸盆灯呢 能不能把瘡了拿换作上得年轻费了 从来的一个方法 最后能够看 因为智能 带他們 REFORCE 使用废旧的 在结架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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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合璧的设计处处体现在细节当中 从外观上看 院子 廊道 三间正房 是传统的中式风格 而卫生间和厨房的位置 集中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 不锈钢房子里 这个年代的最代表性的材料是不锈钢的 所以我们用的是不锈钢的 而且有方式 有特别的方式 扩大空间 在室内整个新家地面铺设的是复古清准 与古老的房梁遥相呼应 而选用的所有吊灯 避灯 落地灯 都是欧洲风格的 不仅如此 就连餐具也是独具匠心的 一半中式 一半欧式的碰撞 这个是一个意大利品牌 对 他们做的很有意思 因为是一半是中式的 一半是欧式的 跟我们的时机很有关系 对 像供的家是一样的 所以我看了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完美的 我们需要买 而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花瓶 其实是由一套餐具拼装而成 上面的图案是中国山水 与欧洲少女的结合 真是别有洞天 这个是一个礼物 是一个很简单的礼物 应该好好好 拿出来看一下 对 那个 很快的 对 这样的话不会掉了 然后这个也是 这样的话不会掉了 好棒 这不是 它是专门送给你的 对 原来在24小时体验的时候 设计师Faby观察到 张阿姨由于严重手抖 吃饭喝水都不方便 这一个多月来 她一直在寻求帮助张阿姨 减轻痛苦的方法 为此还专门进行了体验 它的速度差不多是这样子 真的不方便 我不知道它怎么做 我会用筷子 我会用筷子 你看 我这个真的很难 在这时候很难 想办法 好像打的时候会简单一点 这套碗 筷子 勺子和杯子 都是设计师精心挑选的 专门为手无力 握力弱 手抖的人群设计 勺子也不会掉 哎呀 多谢呀 就是给我准备的呀 人知道我多说呀 我想以后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我都哭了 我真哭了 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 碗和杯子都带有把手 方便拿我 勺子上有一个可以直接套在手上的塑料皮套 即使手再抖也不会掉下来 筷子同样也可以套在手指上 非常人性化 这份贴心的礼物让詹阿姨感动不已 从此她吃饭喝水再也没有困扰了 夜幕降临 夜景更加美丽 这座古色古香的老宅 经过一百多年的沧桑变换 如今又焕发出了新的升级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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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她 好像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收紧下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现在能够吗 我会想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